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了 这是一颗盆栽桂花 这颗盆栽桂花 现在是在三四加仑的盆里 大概有个三 feet那么高 三英尺这么高 花量已经是看起来很大了 因为现在是秋天 正是各种桂花盛开的时候 这一颗呢是一颗四季桂 虽说是四季桂 但它只有在这个时候 秋天的时候 那花量才是最大的 夏天呢也会开花 但是没有那么多 也许呢跟气温有关系吧 这颗桂花呢是一颗价街苗 您可以看到说 这里是价街头 然后呢 它的根呢 当然它的根也长得非常的粗壮 这里还有一个根 那它是很适合 价街桂花呢 是适合种在盆里的 我得到这个桂花的时候呢 它是一根裸根 所以我用了是一加仑的盆 缓苗了一年多 然后等这颗桂花显露出生机的时候 就把它种在了这颗三四加仑的盆里 一直到现在大概也有三年多了吧 现在呢 这颗桂花是越开越好了 花量呢一年比一年大 今年是最大的 相信明年呢花量会更大 它的花呢还非常的甜香 每次走过它的盆 都会有一股桂花的香气迎面扑来 令人愉悦 盆栽桂花呢 它其实呢是有个特点 它是很喜欢水的 我大概呢是每个星期呢 会浇个至少三次到四次 甚至隔天浇水 桂花呢是喜羊的植物 我会把它 我放在的地方呢 是尽量是全羊 当然在夏天的时候呢 全天曝晒 对它也是一种伤害 当然是水要跟上 所以呢我就基本上呢 就会把它放在一个 稍微有点阴的位置 但每天也会有个 五个多小时的太阳 桂花呢 盆栽桂花 要保持它的水量要足 不然的话呢 它容易焦叶 我这里呢 偶尔有些叶子呢 还会有些焦 但是老叶会掉 但大部分叶子呢 看起来呢 还是葱绿的 至于呢 在肥料方面 大概每个月 至少浇一次吧 我都没有特别的 勤浇肥 每个月桂花呢 实际上呢 盆栽桂花 管理跟地栽不太一样 但是我会至少保证 每个月 浇一次水肥 是促进开花的肥 也是跟其他花灰 一起浇的时候 顺便领一领给它 没有特别的 对它照顾 它就长得还很好了 好了 这就是我的盆栽桂花 四季桂 只可惜的是 我不太清楚它的名字 如果你们有朋友 知道名字的话 欢迎告诉我 它叫什么名字 如果大家觉得 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加入我的频道 谢谢